大家好,我叫陳瑜柔 然後我大學的話是畢業於美國的賓州州立大學 然後主修是雙主修 供應鏈管理和商業心理學 那現在作為王品的董事 接下來攜帶您過去的所學 可以為王品帶來什麼樣的成績 就像之前說的 王品還是以一個專業治理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會非常尊重公司的專業經營團隊 那我自己的話 現在也還有很多要跟他們學習的地方 我想他從小到大已經看很多了 因為他一直跟在我們身邊 包括有時候我去訓練他會跟著我去 所以他在餐飲業應該對他講不是很陌生 我想大家今天看到我們的尾牙會非常熱鬧 對不對 因為餐飲業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把我們的夥伴照顧好 所以我們在薪酬工作環境 升遷福利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這當然是留人的第一步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目前做很多的營運優化 設備的升級甚至中高齡的用工 這都會讓我們增加很多用工的渠道 跟我們人才的來源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當然缺工的問題是有 但是我想我們沒有比外界想像的那麼嚴重 這是我們比較欣慰的地方 像營運就是最後的參與訓練 是否有極限的能力 不能繼續現場的成熟 我想他從小到大已經看很多了 因為他一直跟在我們身邊 包括有時候我去訓練他會跟著我去 所以他在餐飲業應該對他講不是很陌生 但是他進董事會其實最大的目的是 就是穩定我們的經營權 因為我們都會退休 都會有一天要退到第二線去 那這個股權的傳承 是怎麼樣去支持我們的經營團隊 這個是我們鞏固 經營權在董事會設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 有一次化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給你們交棒嗎 應該是在董事會 因為他現在目前都還在董事會學習 所以我們會以董事會的支持經營團隊為主 在這方面的規劃 所以交棒應該要看他熟悉的狀況 以及就是我的退休的時間 那應該 你看我沒有那麼早退吧 現在應該應該 目前說身體狀況都還很好 說理論上應該短期還不會有 退休或是退到第二線的這樣一個佈局 但是我們會把整個接班的團隊建立起來 將來讓王品這一個品牌能夠 永續經營下去 這才是我們要去安排跟設計的地方 大家好我叫陳愚柔 然後我大學的話是畢業於美國的賓州州立大學 然後主修是雙主修 供應鏈管理和商業心理學 那畢業之後我是回到上海 然後在IKEA工作 然後主要做的是市場的會員管理這一部分 對 那我今年也是畢業於中歐的工商管理學校 然後就讀的是MBA 那現在作為王品的董事 接下來期待您過去的所需 可以為王品帶來什麼樣的成長 嗯 就像之前說的 王品還是以一個專業治理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會非常尊重公司的專業經營團隊 那我自己的話現在也還有很多要跟他們學習的地方